高原原婚后也是一直处于淡退的状态 而赵又廷自从在三生三世里的夜华获得一大波小迷妹后 也是开始专心回家宠妻的 不过这也是经常被网友调侃是在努力造人的 毕竟这两人之前参加好友宝贝满月席的时候 对着宝贝的眼神是很不一般的 这本身就是女人的少女心啊 毕竟见到那么一个小小的家伙 含在嘴里怕画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的 小编以为每个月总是能见到几次高原原怀孕成功的消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想呢 其实要是真的还好 每次总是会让大家惊喜又失望 但是对于外界的这些传闻 两位当事人到时很放得开药 丝毫不管不顾 但是也不得不说这二位的心态是真的很好了 这般的大方相信都是许多人做不到的 只剩两人的一度忍让 却让键盘手更加过分 实际上质疑了赵又廷的能力 虽然说旁边的小哥哥长得很帅气 但是作为一个直男子 当然不会受这些外在的美貌所吸引 亮点自然就是高原原大都藏不住的小富了 这次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毕竟之前都是口说无凭 这一次人家可是直接晒出了照片 这一下两人的小家庭可总算是圆满了 多了一个可爱的小天使 不过有网友调侃赵又廷表示 杨幂会不会恭迎小燕华的到来呢 其实这些笑话听听也就过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吴音乐压看 算订阅 转发 吴音乐压看 通过来颈�